而最慘的是旅遊業 不過現在呢 桃園市就推出這樣的一個振興方案 到桃園跟團玩 兩天一夜住四星級飯店 只要九九九 這麼實惠的價格 是桃園市政府推出的旅遊方案 那麼透過補助旅行社 來讓團費更低廉 此外後續還有知名景點 門票買一送一的優惠 好康一波接一波 是希望能夠實際刺激消費 也能夠挽救在疫情中 受創嚴重的旅遊業 開始蜿蜒的山路 休息三個月 遊覽車司機終於等到 可以再客出遊 桃園市推出的觀光旅遊振興計畫 不僅讓旅遊相關產業鬆口氣 也讓民眾有機會偷偷氣 現在疫情應該比較輕 比較輕了嘛 能不能放鬆了 兩個月沒出去玩了 兩個月喔 三個月 三個月 讚啊 收費呢 收費喔 OK啊 那你多少錢 啊 一成多塊 這樣划算 划算 划算 三個多月沒有出門 踏踏青 桃園市推出旅遊計畫 旅遊業者率先響應 只要999就能玩兩天一夜 除了能出門踏青 還能入住桃園四星級飯店 為了振興觀光業 桃園市旅遊補助 一波接一波 第一波在八月十六號 推出團體旅遊補助 補貼旅行社每位旅客費用七百元 目前已經額滿 接下來就是八月二十三號 即將推出的優質郵城徵選 民眾參加票選活動 有機會免費體驗行程 第三波是八月三十號要推出的 景點買一送一 讓自由行旅客能享有 每人三百元的景點優惠 方案多元希望能加速 附輸觀光產業 也讓我們太久的民眾 有機會出門奏奏 華人新聞 為全員林志淳 廖子萱桃園報導